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此处要有掌声 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帖子 说帖子之前,先跟大家说 我现在三个平台都打开了 西瓜,头条,抖音,同一个号都叫爱说话的老王 每一个节目发的时候,三个平台都能看 审核的时间不一样 审核的标准好像我看也不一样 有的时候这儿看得见,那儿看不见 那儿看不见,这儿看得见 你就去找就行了 好吧,咱们说说这帖子吧 这是一个来自于欧洲的宝妈 而且是个从事教育界的宝妈 这宝妈说什么呢 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中国 但是中国的孩子会这么了解我们的历史呢 过去呢 现在 这是极不公平的 实际上我们的教育才真正出现了问题 这个标题还得改啊 你就听着明白的 反正这是搞教育的宝妈 就这个水平 你听着明白就行了 回头我再改 他文章怎么说 文章不是很长 但你能听着啊 这个文章里面 简直就是充满了这个愤青色彩 我们接触过很多来自于中国的留学人员 留学生 跟他们攀谈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这些中国的留学来的孩子们 虽然都是只读过十几年级 但是他们对我们西方的发展历史 以及一些人文 还有很多著名的人都非常的清楚了解 甚至知道我们西方现在如何的发展 和今后如何的扩展 而我们的这些孩子呢 如果问到我们西方的孩子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绝大多数的西方的孩子都会说 不知道 或者说 也许可能 还有的会说 那个国家存在吗 所以我认为 我们的教育才真正出现了偏差 现在再加上媒体的负面性的全面封锁报道 使我们的孩子根本不知道 东方有一个超级国家叫中国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等同于我们现在已经输在中国孩子的起跑线上 我们的孩子只知道自己眼前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让孩子知道的 但是只知道一个美国却不知道还有一个中国 当机遇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们就会完全的丧失 我们也知道现在中国制造中国覆盖的面积已经超过地球的三分之二 他们在我们整个西方周边形成了一个环形的环绕圈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 如果我们的孩子要想离开这块土地 到达别的地方发展 比如非洲 比如南美 就比如东南亚 就必须要接触到中国 但是我们的人对中国一点不了解 一点不知道 就像一个白痴一样 这不但让我们在竞争当中处于种种的劣势 而且最终会逼迫我们最后走向向中国的合作 因为只有他带领我们 我们才能真正的利用技能 利用科学 利用经营来走入其他的周围 这就是我们现在处处的目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一定要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加入很多的中国元素 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现代和中国的发展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 不会在起始阶段就输给了中国的小孩 换一下 求准 求准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一提到这个问题 就会引起很多的共鸣 甭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欧洲 还是在美国 这是一样的 哎呀 这个听听底下的欧洲网友怎么说吧 不过咱们很多文人都说 中国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中国教育是不行的 中国教育很落后的 你听他们怎么说吧 好吧 一个德国网友 也是个宝妈呀 这个玩意就引起宝妈的共鸣多 你知道吧 我非常同意博主的意见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孩子去了中国以后 就像一个傻瓜 好像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 难道我们的教学 就是这样培育我们的孩子吗 我们还要为这样的教学 付出如此多的成本 非常讨厌这样的方式 又一个德国宝妈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 我的孩子在中国 现在正在一家大型企业中 当一位管理员 他对我讲 中国真的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中国 中国有太神奇的地方 他几乎完全不知道 现在他只能低下头和那些中国的同事们学习 才能了解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因为他要在当地工作 又一个 法国的宝妈 除非我们想真的跟中国脱钩 不跟他们接触 可是你说的很对 在我们周边 包括美洲 南美洲 非洲 东南亚 这些地方都有大批的中国产能 和他的合作机构 如果我们的孩子们要到这些地方去生活工作 那么就必须要对中国有了解 有认识 要不然就会成为他们的手下 在他们的手下去工作 这就非常让我们感觉到遗憾 又一个法国的宝妈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的这些学者们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黄草 稻草和海草 这句话我是从论坛上学到的 而且我还觉得他们装的不光是这些草 还有些大粪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公平竞争 英国宝妈 说的太对了 我觉得这件事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这里有四名来自于中国的小学生 他们只有九岁 跟他们攀谈的时候 他们竟然很清楚我们国家的很多的历史 知识和文化 甚至还会说英语 而我们的孩子坐在旁边就像傻子一样 听他们讲解 这难道就是我们的优势吗 又一个英国宝妈 从教育这个方面 我觉得英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大英帝国的教育 但是在我们这里 我们教育出的中国学生 可以说他们坚备了东西方的文化知识和传统历史 但是我们的孩子好像出来以后总差一半 就是我们的人根本不知道中国 有的学生竟然说到中国是不是在南极洲 还有的学生说中国是不是在大西洋的底下 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费解 我们的历史课当中提到中国的章节 可能还没有西斯那个人类历史发展史说的更多 又一个欧洲的宝妈 我同意你们的观点 现在必须要调整这样的问题 不能再让这样的问题下去了 我们的孩子现在完全和中国的小孩不成正比 中国孩子到我们这来 就是要学他们想学的东西 而对我们其他的东西 他们在国内可能早就学过了 又一个欧洲的宝妈 我同意你们的观点 现在我们完全处于不得等 而且我们这种教学的方式 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中国人了解我们就像一张白纸 看得非常的通透 而我们对中国完全不能明白 也不了解 一个印度网友 这就是你们的不足 你看看我们印度 我们从来不用了解中国 他们每天都要关注我们 我们这里有每天都有中国的报道 而且中国必须要了解我们印度 因为我们印度非常快的正在追赶他们 中国人非常害怕我们的追赶 有一位弹子里的网友 为什么你们要了解中国呢 我们了解中国只是为了对付他 因为他们太强大了 他们在我们的边上 他们抢走了我们四千年前的大型古国 所以我们要争取拿回来 一位弹子里的网友 我觉得了解中国是个办法 不过你们要是不到他那里去投资 我觉得没有必要了解他吧 还是在自己的那里待着挺好 一个德国网友 你们这些人说话都是一股酸酸的味道 我觉得不了解中国 我们的孩子今后在国际上就没有竞争地位 一个美国网友 这就是拜登他们搞的这一套 要和中国脱节 让你们跟着我们走 以后西方就是西方 中国就是中国 这样咱们就不在一个平行线上 那么他们和我们之间就要隔成一条点 这样谁都跟谁不接近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是最理想的一个办法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跟中国彻底的分开 不需要他 又一个美国网友 那你觉得你穿的衣服 是不是还能穿在身上呢 一个美国美女说是楼上这个 他不怕不穿衣服 美国人有很多都可以不穿衣服走在街上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是民主的 然后又一个美国的美女 当然了 不穿衣服在美国是一种流行 我们有的时候只穿一条很透明的玻璃体 就能走在街道上 也不会违法的 一个英国网友 哎呀 我的天哪 你们美国都在做什么呀 难道美国人都是光光的走在大街上吗 在英国有很多的服装品牌都在中国有合作 包括设计面料以及金加工方面都是由中国产品制造的 然后再转销到东南亚进行包装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流行趋势 我觉得你们不要这么说了吧 现在关键就是这个问题很麻烦 又一个法国网友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刚才那些宝妈们只相信教育 我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设计的问题 我们的很多设计师出现了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的奢侈品的设计上 我们很想打通中国更多的市场 你知道他们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购买力市场 但是他们对我们的很多设计不满意了 以前他们是很喜欢欧款设计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要追寻他们的历史设计 但是对这一点我很牢头 又一个法国网友 这一点我同意 现在法国的很多设计师都在进行 向中方元素的学习 不过现在学习东方元素有些困难 而且很多设计师受到了美国好莱坞式的影响 设计出来的东西恐怕在中国就很难推行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样吧 只要设计出来能够接近中国人的思维 就能打开市场 又一个坛子里的网友 你们都想错了 中国人是很崇洋媚外的 他们跟我们坛子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才是最爱国的 你们设计的东西 他们不管好坏都会买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 不懂什么叫设计 他们只知道你们出的就是好东西 一个德国网友 我觉得你这是公元前几世纪的思维了吧 中国人不可能是那样的 他们现在也知道一些 分别设计元素 所以我们的教学一定要改变 又一个德国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的教育一定出现问题 这么多小孩 这么多孩子 连中国在哪里都不知道 今后中国真的要是领导了美国那个角色 我们怎么 我们的下面的孩子们怎么面对 一个德国宝妈 我同意你们两个人的意见 孩子的教学一定不能进行切割 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世界上的这些历史 特别是对中国这么一个第二大经济体的超级大国 又一个英国的宝妈 一定要求这些教育机构将中国的那些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写入教科书 这样才能弥补起来 你们知道吗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 他拿出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 好像是咱们的一个 中学的一个世界历史 世界地理的那么一本教科书 大概有这么厚吧 你看看他们这本书 这是专门讲我们欧美西方社会的 再看看我们讲中国的 然后他举着 大概有这么厚的几篇 看到了吗 这就是讲我们中国的 这也是照片 他就捏着 大概这么一小片 仅仅不到二十张纸 这样的对比 我们的孩子们怎么不会输给他们 又一个宝妈 所以我现在都想让我的孩子到中国留学了 以后可能真的是这样 中国的孩子到我们这来留学 我们的孩子都去中国留学 这样的话互补一下 今后就好多了 又一个宝妈 我觉得不要这样吧 孩子一定要有一定基础以后再去中国留学 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就在中国从小在那里上学 小时候就在 不是 从小时候就在那里上学 到达他回到欧洲以后 现在说话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我们的味道 连英语都要从头学 一个德国的宝妈 哇 那可太不好了 如果丧失了母语的能力 这可让我们非常难过了 然后又一个欧洲的宝妈 我觉得是这样 孩子还是要经过语言阶段以后 再送入中国留学 比较好一个 印度的朋友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都要把孩子送到中国 我们印度的教育 也在世界排名最先天的 你知道吗 中国人很多都崇尚我们印度的文化 崇尚我们的教育 他们见到我们印度 都已经是非常的贵外了 你们应该把孩子送到我们印度来 让我们帮你们培训 一个英国宝妈 不好 送到你们那里 我很怕出事情 即便是男孩 我也怕你们把他带坏了 跟西医一块打仗 这个事别提了 要西医 这个话要哼笑嘛 不要老说西医 以后西医是禁止关键词 然后又一个 欧洲的宝妈 我知道你们那里的教育 都是分层级的 而且印度人出国以后 就不会再回去了 你看看中国的留学生 现在出国以后 回国率高达80% 我们抛开 Code90不说 如果正常的环境下 他们有80%回到了中国 一个弹子里的国家 那你们就不懂了 因为他们在国外混不下去 他们没有办法扎根在美国 我们的人出去以后就不回来 因为我们那都扎根到美国去了 所以他们就不回来 一个印度网友 是的 我们的这里的留学人员 出去以后从来不回来 我们那些人都在美国生活的很好 都是美国大型公司的高层管理 中国人永远做不到这个层级 然后又一个德国网友 哎呀 我觉得这不是自豪的事情 人才的外流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你们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老是不上不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 又一个法国网友 弹子里的国家不能不上不下 如果他下去了就在弹子底下 如果上来的话 泡菜就会飞到天上 不过弹子口就这么大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不要这么说他 我觉得像弹子国的这些人和那个印度的人 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跑到别的国家去学习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一个印度网友 你们知道吗 中国每年移民是世界最多的人口 而且他们有一千万人向外移民 而我们只有几百万人都不到 所以我们才是最爱国的族群 一个印度网友 是啊 中国人有句话 在中国人移走的那些人里面 可能最重要的人群不到百分之三 而在你们移民走的那群人里面 不重要的人群可能不到百分之三 这个比例 你明白这个关系吗 一个印度网友 不对 我们印度留下的还是很多精英的 我们很多精英都在美国高层工作 只要我们一召唤 他们就可以回来的 另一个欧洲网友 算了吧 说句实话吧 那些人都已经不是印度人了 在美国他们叫做印度裔 就跟华裔是一样的 然后又一个欧洲网友 这个问题就不要讨论了 还是说说如何改变我们现有的这种教育 太过于偏差中国人了 现在中国人学的我们的历史和教育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方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一个英国人 我觉得怎么引起重视呢 难道你去告诉中国人不允许教他们的孩子 学我们的历史和发展吗 这是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吧 一个西班牙人 我觉得还是多多交流的好 我们这里有不少人都跟中国有交流 而且有很多西班牙的孩子都会说中文 也学中国的一些诗歌和历史 你们真应该好好学学 我们有句中国的词语 一定要学习这些他们的词语 特别是成语 你会懂得很多中国人的理想 一个希腊的网友 我觉得也是这样 我的房客现在就是中国人 他在教我的孩子学习中文 学习中文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而且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太丰富了 至少比某些西方人创造的我们的历史 要强大的多 一个印度网友 我们也有强大的历史 我们也是四大文明古国最大的一个 所以你们应该学习印度的历史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历史 一个英国网友 你们的历史太多了 你们有120多个民族 真的学不过来 还是学一个中华民族 就够学历史的了 好不好 就说到这了 这一说到孩子的问题 你发现了 这个有一句话怎么说 你们说什么为母则刚 说到孩子的问题 宝妈是谁都不客气 什么政客呀 什么首脑啊 都是个屁 就他们家孩子正确 全世界的妈可能都是一样 你们就听见吧 他们都有他们的观点 你是觉得他们的这个教育 是不是真的出现问题了 他们不了解 他们的孩子不了解中国 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发展 也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发展 是不是对他们的孩子 就是个弱性 还是你们觉得就不应该了解 中国这些都是 都是该淘汰的 都是垃圾 我们都已经从课本里删除了 大家可以有 有想法写在下面 支持好 我们的查案点赞 我们的推荐家 我们的观众 谢谢大家